近日马斯克在社交平台X上转发了一段伪造哈里斯声音作为配音的视频 但是却没有打上相关的标签进行说明 此视频疑似违反了X平台的用户使用条款 并且引发了对AI技术在选举当中应用于误导信息的担忧 据国会山报29日报道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在社交平台X上转发了一条哈里斯的假视频 视频中使用了人工智能模仿哈里斯的声音 对他的竞选活动和拜登进行辱骂 这段1分52秒的视频基本采用了哈里斯25日发布的竞选广告画面 但使用了伪造的哈里斯声音替换了原视频的画外音 视频中的伪造声音自称是最佳的多元化雇员 并称拜登是老糊涂 视频中没有任何免责声明称他使用了AI来模仿哈里斯的声音 尽管原始帖子给他贴上了恶稿的标签 但马斯克在自己的帖子中没有做出这样的说明 此举似乎违反了X平台禁止媒体舞蹈的政策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相信美国人民想要哈里斯提供的真正的自由、机遇和安全 而不是马斯克和特朗普的虚假的被篡改的谎言 加州州长纽森也谴责了这条帖子 称这样的视频应该是违法的 他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 在这样的广告中操纵声音应该是非法的 并承诺将在几周内签署一项法案 与确保其被判定是非法 周一早上 马斯克对纽森禁止视频的承诺进行了强硬的反击 马斯克在X上写道 已经向世界知名权威教授核实过 恶搞在美国是合法的 截至7月29日中午 马斯克的转帖也有超过1.3亿浏览量 尚未被删除 公共公民非盈利组织联合主席韦斯曼表示 大多数看到这段视频的人 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玩笑 因为他迎合了围绕着哈里斯伊尔的主题 大多数人会相信这是真的 凤凰卫视王岐姚一伟华盛顿报道